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 在圣经中分成了两卷书 但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因为受卷轴长度的限制 才被一分为二 它本来是一部书 讲的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在中文圣经里 历代志排在《撒姆尔记》和《猎王记》后面 历代志的大部分内容 其实都是在复述前两卷书 所以今天很多读者阅读的时候会想 等等 这些我不是才刚读过了吗 然后就直接跳过去了 真是很可惜 其实这卷书非常独特 在圣经中的地位也很重要 不过按照犹太人的圣经排序 历代志排在最后 因为它总结了所有的犹太经卷 这卷书的第一个词是亚当 这是本故事的第一个人物 最后一段则宣告了 以色列从贝鲁之地归回 我们不知道是谁写了这卷书 但可以从一些细节来了解作者 这位作者生活在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流放地归回的几百年之后 他当时的年代 耶路撒冷和圣殿早已重建 就像我们从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中看到的那样 但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伟大的预言带来的希望是 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重建后 神将住在百姓中间 弥赛亚王会到来 万国万族都要在他和平的治理下生活 但这些一件都没发生 因此 历代制作者重述了一遍 大卫王和所罗门王 还有其他君王的故事 希望借此给读者以盼望 这卷书包含两个清晰的主题 一个是对弥赛亚王即将到来的盼望 一个是对新圣殿的盼望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大主题 历代制上一开篇 用了九章文字书写族谱 里面包含大量的名字 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无聊透顶 但实际上 他们非常非常重要 作者在这里总结了整部旧约的故事脉络 用的是所有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 他这么写的时候 其实是在有意塑造两支关键的族系 第一支是应许中的弥赛亚王 书卷很多地方都提到了犹大支派 一路追溯到大卫王 应许中的弥赛亚王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开始 作者把族谱一直延续到自己生活的年代 作者关注的另一支族系 是亚伦的后裔 祭司家族 当然也包括在圣殿供职的人 因此从一开始就能看到两大主题 作者盼望弥赛亚来建一座新的圣殿 而这件事就藏在这些古老的族谱中 族谱续完之后 作者开始重点讲大卫王的故事 其中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很熟悉 都在萨姆尔记出现过 但还是那句话 当中确实有重要的差别 首先作者省略了所有关于大卫的负面故事 在那些故事中 大卫有软弱和不道德的一面 扫罗在沙漠中追杀 迫害大卫 大卫与八十八通奸 大卫谋害了八十八的丈夫 在这里 这些事情通通不见了 剩下的内容把大卫描写成了一个好人 不但如此 还有些新加入的材料 是萨姆尔记中没有的 他们都展示了大卫非常正派的一面 有一大段内容是写大卫如何为造圣殿做准备 提前安排好材料 工匠 祭司 和唱诗班 而且作者还把大卫描绘成摩西式的人物 神把建圣殿的计划赐给大卫 就像当年神让摩西建会墓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关于大卫的新材料呢 作者并不是要遮掩大卫的瑕疵 他知道大家可以在萨姆尔记中读到那些内容 相反 他把大卫描写成一位理想的王 或许可以借这个形象来比拟那位将从大卫后裔中出来的弥赛亚王 无独有偶 耶利米书和以西杰书也把将来的弥赛亚说成是新的大卫 这一点在作者重述神对大卫应许立约的故事时显得尤为清晰 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17章 对比这里的故事和《萨姆尔记》下7章 会发现历代志的作者在强调 不论大卫还是所罗门 或者大卫家出来的任何一位王 都不是弥赛亚王 但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将是一位像大卫一样的王 因此对作者而言 这些关于大卫的故事所构成的历史 维系着他对未来的盼望 大卫死后 我们就进入了历代志下 其中的关注点是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君王 同样这里也有很多跟《猎王记》全书相重复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 作者略去了所有有关北国君王的故事 而只专注于大卫一脉 其中很多新材料都是关于大卫家的君王 作者凸显了那些顺服神的王 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故事 都是关于这些君王如何顺服神 从而获得成功和神的赐福的 作者也给那些对神不忠心的王 增加了一些新故事 这些王不遵从律法书 让以色列人拜偶像 他们面临的恶果 最终把以色列引向了流亡 这些烂摊子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所以历代志的全部内容 变成了一系列的人物研究 作者想让以色列的后代们 从自家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对他们的神和律法书保持忠心 书卷的结尾也非常独特 在书卷的最后 波斯国王古列招令以色列人返乡 结束流放 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圣殿 他的话放在了书卷的最后一行 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书卷结尾的地方用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事实上作者知道以色列第一次回归的事 以及以色拉和尼西米的故事 但很显然在他眼里对于以色列预言性的希望 并没有因这些事情而成就 所以这个没有结束的结尾表达了作者的盼望 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圣殿终于会被重建 百姓也会真正的从流亡中回归 变成神的子民 历代志 也是犹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他的结尾指向了未来 这卷书呼召神的百姓回归以往 从而更好地向前看 因为过去已经变成了未来的希望之源 历代志作为旧约的结尾 很像一个在追寻结局的故事 这就是历代志的经意